第67届美国金球奖颁奖仪式将于当地时间17号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当地时间16号 记者在位于好莱坞贝福利山庄的希尔顿酒店看到 金球奖颁奖仪式的红地毯已全部铺设完毕 为了保持清洁 上面覆盖了一层防尘塑料布 在红地毯的两边 观众席和媒体报道席也已经搭建完毕 各路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做最后的布置收尾工作 与奥斯卡红地毯不同 金球奖的红地毯利用了酒店的门厅 线路程环形 我觉得这个是一年美好的年 从红地毯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有Ricky Gervais在招待 然后我们会把他在红地毯 我们有Martin Scorsese在招待 这意味着Leonardo DiCaprio在这里 在现场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工作人员在红地毯上来回走动 他们的身上都带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每个可能出席红地毯秀演员的名字 他们的工作是为了让摄像师们调试镜头 以便在颁奖仪式当天能够迅速地捕捉到明星的镜头 现在我现在被人称的名字 Julia Roberts 我们现在被人称的名字 所以它们是挺有趣的 我们走下来带来带她